你是天上的父亲的时候 就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跟你重新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 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地上做一个的父亲 我们也承认在我们做父亲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也也许有一些负劣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我们不小心伤害到我们的孩子 伤害到我们的太太的地方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医治的能力领导 领导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我们家庭里面是哪一个家庭的成员 当我们心中有爱 当我们心中有主耶稣的这个牺牲的爱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切的伤害 一切的眼泪都在你里面能够得到抑制 我们也感谢你 你在地上建立教会 你护照一些忠心你的仆人使女们 当他们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 他们夫妻这个属灵大家长的重大的责任的时候 他们面对属灵的许多的压力 他们也面对许多世界上的压力 他们也面对许多来自人 不同的回应反应的压力 但是我们感谢你 就在他们这样的一个辛苦 在你的葡萄园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我们得到福气 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 并且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一起的来享受主你同在的这个福乐 因此今天我们要开始来阅读 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主向我们说话 就如当年你所喜悦的教会 我们也盼望今天同样在这个地方 就在芙蓉这个地方 我们建议一间荣耀主你的教会 并且能够成为一个死人 能够得到救恩的一个教会 主啊帮助我们 向我们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各位我邀请你 把今天的这个的 我要分享的经文打开 它就是在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到三十节 好不好 你就把手中的圣经打开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第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就念给大家听 那些因事提反的事 造患难事散的门徒 只走到 菲尼基和塞浦鲁士 并安提亚 他们不像别人讲道 只像犹太人讲 但是 那一中也有 塞浦鲁士和 古尼赖人 他们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 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了 这封声传到 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 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亚为止 他们到了那里 就看见 上帝所斥的恩 就欢喜 勸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许多人 归服了主 他们又往大树去 找扫罗 这个扫罗就是 后来我们很熟悉的保罗 他找到了 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内中有一位名叫 亚加布的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 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克拉第 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 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攻击 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卷相托巴拉巴和扫罗 送到中长老那里去 我们的圣经读到这边 但是你就不要把圣经 合起来 因为当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盼望神就是借着 他自己的话语 来向我们说话 我会在不同的地方 就指出那个经文的处处 你就可以来参考 各位我们先来看 这个的圣经 那边提到一间的教会名 叫安提亚 这个安提亚在圣经里面 几乎就是一间完美的教会 难怪上帝就卷选了 这样的一间教会 成为初期教会 就是耶稣升天后不久 然后在耶路撒冷里面 开始有教会 有人信了耶稣 然后建立了教会 然后因着一些的事情 等一下我会交代 然后就在安提亚这边 也建立了一间的教会 这个安提亚教会 是初期教会里面 第一间派宣教士出去 把福音传到第一集 就是他回应耶稣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那边 当你们得到圣灵的时候 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第一集 传耶稣的福音 而这间教会 就是安提亚 他们就回应了 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护照 但是当我们必须要注意 这个安提亚教会的建立和成长 它没有靠着什么先天的优势 意思说 它的周围的环境 根本没有那些外在 很好的因素 使到它成为一间 几乎完美的教会 反而它是处在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挑战当中 就是靠着信靠耶稣 然后成为一间 这么成为我们榜样的一间的教会 我们先来看看它所处的那个的城市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图上 就看到安提亚就在这个地方 安提亚在哪里呢 如果你还记得大概在2月 今年2月初的时候呢 土耳其就发生了一场 很大的一场地震 而那个的地方呢 就在安提亚这个地方 这个安提亚在当时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城市 它几乎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的 第三大城市 它是排在罗马 然后排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之后的第三个城市 你就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个的罗马帝国 这个安提亚这个城市 竟然是排在第三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城市 真的是有许多的人 然后有高度的文明 在作为一个大都会 这个安提亚也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交集的一个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也能够从这个考古学的挖掘里面 发现呢 有许多的证据证明 这一个的安提亚是一个 敬拜亚迪米这个的偶像 还有敬拜阿波罗神这个偶像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城市 尤其是在敬拜亚迪米这个女神的 这个仪式当中呢 是充满许多很淫乱 很道德败坏的一些的活动在当中 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么一座 这么富有的城市 在这么一座这么有策略性低点的城市 在这么一座 有许多龙蛇混杂各种各样的人 都在这个地方的城市 也同样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城市里面 然后我们也从另外一方面 当他们在敬拜这个亚迪米女神 和亚波罗神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象 这个城市是被很强大的 属灵的黑暗势力 在控制着的一座的城市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极度不利 许多不好的因素 或者对教会的成立 有许多的拦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安提亚教会就除了 就成为除了耶路撒冷这个母会以外 在信约圣经里面 它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一间的教会 我们就要去很好奇的去追问 为什么安提亚这个教会 能够在这个城市 这么多的拦阻 这么多的压力 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之下 依然能够成为一个 荣神义人的一间的教会呢 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也读了这个教会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这个教会起的 原来不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起的 而且也提了 这个教会是第一次拆派宣教士 往外邦世界去宣教的城市 我们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 我们就看到保罗怎么样 一年三次 然后去做宣教的工作 把福音带到几乎是整个的罗马帝国 安提亚教会 到底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 它拥有什么属灵的特质呢 第一 我们看第19节到21节 这里第19节一开始 那边就说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受患难 失散的门徒 斯提反什么事情呢 哎呀 那个真的是 我们必须看回去前面第七章 斯提反就是在出其教会 在耶路撒冷里面选出来的 七个的信徒领袖 其中一个 因为他很勇敢地见证耶稣 他很勇敢地传讲福音 那些犹太人听了顶不顺 然后呢 就用石头把他打死 当这个斯提反应着 这个福音殉道而死之后呢 这件事情就好像引爆 这个炸弹的那个 点火的那个药这样 忽然间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那边 这个的必复就一下子爆发起来 然后在第八章那边说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就失散 那些失散的门徒就 接着下来就是在我们刚才 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当中 第八章第一节 那边说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造必复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失散 往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而第十一章十九节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边呢 就是继续这个的 第八章第一节 就继续的讲 这些人呢 就继续的 分散 然后有些去到 居比路或者是塞浦鲁斯 一些去到安提亚 这个的地方 我们注意第八章 第四节 还有这里的第十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那边都有提到 失散的门徒 那边都有提到这些 因为安提亚 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 受必复 然后他们被逼要分散的 被逼要跟自己的牧师 当时的使徒 被逼要跟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分散的 这里都提到这样的一个的字眼 各位我们要记得 他们分散呢 是因为患难 他们分散呢 是因为有人逼不 什么是有人死的 尸体反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都看到一个的共同点 即使他们是 这般是被逼不 生命呢 就在生死一线之间呢 但是他们没有 因为这样而隐心埋名 不敢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是信耶稣的 反而呢 这两处的经文 都让我们看到 他们是一面逃命 一面呢 无论逃到哪里去 都把耶稣的福音 带到去那个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的教会 后来呢 这些的信徒 来到安提亚这个地方 也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呢 建立了这个的教会 安提亚教会呢 是在苦难当中 聚集的教会 它不是因为 我们大家很舒服啦 我们大家很有钱啦 我们大家很有时间啦 哎呀 我们一起来聚会吧 不是 安提亚教会 是在苦难当中 被逼要离开耶路撒冷 被逼要离开 他们原先的教会 而聚集在一起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 福音的难民啊 但是他们因为 心中那一个的信心 因着坚守信仰 因着勇敢跟别人 分享信仰呢 感召 或者感动 更多的人来信耶稣 他们除了自己 重新聚集在一起 他们也带领许多人 信耶稣 圣经这么说 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了 为什么呢 第二十一节 因为主与他们同在 各位 主与我们同在 刚才我说 有人问耶稣 上帝的国在哪里 耶稣说 上帝的国 最在你的心里 上帝的国 如果你愿意 在这个地方建立 神的宝座 上帝的国就在这边 各位 我们今天也 带着这个时代的使命 我们也带着这个时代的 一个的护照 耶稣给我们的 上帝的国在哪里 上帝的国就在这里 当我们敬拜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无论外在的条件 外在的环境是怎样 只要我们是 忠于上帝 只要我们有那个信心 上帝的国就在这边 各位 我们的教会 变成怎么样了 或者在这个 后疫情的时代里面 我们这个教会 怎么样了呢 这三年来的疫情 逼使我们分散 然后我们重新开放 将近一年了 我们的属灵生命 的光景是如何 我们是 更因为经过 不能够跟弟兄姐妹 一起聚会 我们变得更珍惜 这个聚会 彼此一起来见证神 彼此一起享受 神家里面的这个快乐 我们珍惜这个聚会呢 还是我们变得 信心冷淡了 我们习惯了 我们习惯了 不来教会 我们习惯了 当人家叫我 我才来 没有人叫我 我就假装不知道 我们跟弟兄姐妹的 关系是怎样了 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变得 可有可无 我们是很热切 每一个星期 就等着 这么的一天 我要回到教会 我要见到我的牧师 我要见到 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 还是我们变得 无所谓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们是否愿意 继续在分散 隔离的那个状态呢 还是要 回来在这边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四歌 葡萄树与枝子 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葡萄树 枝子跟枝子 也是连结在一起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一件的事情 我很想很想告诉你 我们的牧师 每一天都在盼望着 每一个星期都在盼望着 看到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当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的牧师看到你的时候 他的心中是何等的安慰 同样的 当你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彼此 也有那个彼此激励的 哎呀 看到你真好 好不好 现在就像你 隔壁后面 前面的人说 看到你真好啊 亲爱的弟兄 看到你真好啊 亲爱的姐妹 各位我们 被逼分散 这般耶路撒冷的信徒 被逼分散 但是让我们靠着 三地的名字 我们重新 聚集在一起 阿们 让我们去把那些 我们今天看不到的 一些弟兄姐妹 但是神把他的名字 把他的脸 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下个星期 叫他回来 好吗 第二 这个教会 是在葬礼 就是很多的tension 很多的葬礼当中 却能够成长的 一间的教会 第二十二节 到二十六节 我们参考 我们手上的圣经 随着这个安提 教会的建立 然后这个风声 就传回去 耶路撒冷的母会 耶路撒冷这个母会 就派了一个 得高望重的 一个的领袖 叫做巴拿巴 去关怀他们 然后成为这个 安提亚教会的牧师 去牧养他们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很简单 却是很有力的 介绍的巴拿巴 巴拿巴是谁呢 其实他第一次出现 不在这边 在更前面 使徒行传里面 已经出现了 他是一个好人 他的一个外号 他是一个 很会劝勉人的人 很有爱心 心胸很广阔的 一个的 主的门徒 然后在这边 第二十四节 就这么介绍 这个的巴拿巴 这个巴拿巴 是一个好人 他被圣灵充满 他大有信心 各位 属灵的人 有属灵的眼光 属灵的人 有属灵广阔的胸怀 当这个巴拿巴 这个大有能力 被圣灵充满的 这个好人 当他来到安提亚 当他看到 安提亚教会的 情况的时候 他肯定能够感受到 这一件 在苦难当中 在必不当中 在危险当中 所建立起来的教会 他肯定感受到 这个教会 所面对的挑战 但是同时候 他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教会的 那种的生命力 这个教会 因为有耶稣 这个教会 因为勇敢 跟人家分享福音 而有的 那种无限的潜能 各位 一个心胸广阔的领袖 一个拥有 超自然的眼光 跟胸怀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他就有这样的 一个的负担 这个负担就是 他知道 单靠我自己一个人 我不能够 很好地发挥 这个安提亚教会的潜能 这个安提亚教会 他深深感受到 正是神所拣选 要在那个的时代 成为训练主的 精病的一个地方 他知道靠我自己 不能够 于是他就决定 去到大树这个地方 找保罗 大树这个地方 离开 安提亚 也相当的一段的距离 也同时候 就是在 二月份的 那个土耳旗的地震里面 也受到影响的 一个的地方 然后他就去到 安提亚 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节 那边说 他就找到了保罗 他就邀请保罗 保罗 你跟我一起回去 安提亚 我们一起在安提亚 我们训练 主的门徒 我们一起使到这个教会 更加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带领 更加多的人的人 来信耶稣 各位 这个第二十五节 那边说 他找到了保罗 或者扫罗 这个找呢 在原来的意思 是花了很多精神 花了很多时间 很努力 很辛苦 才找到的那种的找 各位 在初初的时候 保罗 在他还没有跟耶稣 相遇的时候 他是一个 必不教会的 一个的人 然后就在大马 圣路上 他跟耶稣 相遇的时候 他被耶稣 完全的改变 他信了耶稣 他信了耶稣 之后 他跑回去 耶路撒冷教会 想要跟耶路撒冷教会 的弟兄姐妹 有团契 但是耶路撒冷教会 的弟兄姐妹 对保罗 保持一个的距离 哎呀 你以前 必不过教会 非常可能 保罗 也曾经 必不过 我的 家人 非常保罗 非常可能 保罗也曾经 杀害过 这个教会 里面的一些人 现在你说 你信了耶稣 你要跑来这边 你要跟我们 一起团结 我怎么样 知道你是真的 还是你是 赢宅 你是卧底来的 没有人愿意 跟保罗 做弟兄 只有巴拿巴 所以这个这么 心高气傲的 保罗 真的是 非头土脸 他真的是受到 很大的伤害 然后他就离开了 耶路撒冷回去 他自己的家乡 大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巴拿巴来找他 以保罗这样的一个性格 曾经被教会拒绝 保罗一定说 哎呀 算了 你自己搞顶 不要来搞我了 他们不欢迎我的 他们不接受我的 他们不要我的 你就想象 巴拿巴花了 几多的口水 来说服这个保罗 因为他知道 保罗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因为这个属灵的人 他知道 他从灵里面知道 保罗是耶稣 亲自所拣选的器皿 他知道呢 要牧养 要栽培这么一个 有潜能的教会呢 一定要把保罗带来 保罗是一个 最适合的人选 我们三番四次讲到 圣经说哈 这个巴拿巴 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真的是他没有辜负 这个圣经对他的介绍 他心胸很广阔 他不妒忌人才 他心里面没有自己 他心里面只有呢 凡事都是以主的教会 为优先 各位我们巴布的神 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广阔的胸怀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不问教会能够给我什么 因为今天是一个消费主义的 一个的社会 一个的世界 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呢 今天 我只举一个比喻而已 今天这个Starbuck的咖啡 我喝 喝到厌了 它已经不能满足我 我随时可以跑去 咖啡兵 我随时可以跑去其他的 同样的 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消费主义 的心态来教会 这个教会不适合我 这个教会满足不到我 这个教会 我看到隔壁有更好的教会 他以为他就跑去隔壁 这个是消费主义 但是神的教会是什么呢 神的教会是要我们在当中 不要问 我能够在当中得到什么 而是问 我能够在这个教会 跟我教会的牧师 跟我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 为神做什么事情 而安提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教会 以至于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什么叫做基督徒呢 基督徒简单来说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基督徒就是学习主话语的门徒 基督徒就是以耶稣为榜样的人 基督徒就是活出耶稣生命的门徒 而他们在安提亚 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复杂 这个城市有那么重大的 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在当中 但是他们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活出学习主的话语 以主为榜样 然后活出主的生命 以至于他们看到 这些是野兽宅来的 这些是野兽魅来的 就叫他们基督徒 各位今天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朋友面前 我们在我们的同事面前 我们在学校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 别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吗 别人能够感受到 我们那种有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种的感染力吗 安提亚教会 他们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基督徒被称为门徒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因为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第三 我们来继续看 第27节到30节 刚才讲的 这个安提亚的教会 是在患难 必不当中成长的教会 第二点 我们讲的这个教会 是在许多的藏力当中成长的教会 然后第三 我们就来看 它是一个在缺乏当中 却能够分享的一个教会 就在这个教会 不断地成长的时候 在第27节开始 就讲到有几个的先知 从耶路撒冷母会 来到安提亚这个地方 其中有一个叫做亚加布的 他就预言 第27节28节 他就预言 他说不久的将来 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个天下的意思 是指到整个罗马帝国 意思是 当这个饥荒发生 是一个大规模的 当这个饥荒发生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连安提亚也不能幸免 但是接着下来 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样记载 安提亚教会弟兄姐妹的回应 我们看 这个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 即使知道自己也将处在 一个的危机当中 就是这个大饥荒的时候 他们依然非常慷慨地 圣经说 照我们个人的力量 我有两百 我出两百 我有两万 我出两万 我有五毛钱 我出五毛钱 照自己的力量了 然后捐钱送去 他们关心他们的母会 耶路撒冷那边 犹太的基督徒 我在这边要把这个情况 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当这个亚加部 这个先知讲 各位弟兄姐妹听啊 我得到神那边的一个启示 整个罗马帝国将会有一场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饥荒 这个还没有发生 但是他说 这个范围 牵涉到整个罗马帝国 包括这个的安提亚 然后呢 这个的危机还没有发生之前呢 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 已经开始奉献了 或者我用一个 今天的一个 情况的一个比喻吧 如果今天有一个 先知在我们当中 他就说 各位弟兄姐妹 我得到一个的启示 两年后 全世界将会 将会受到这个经济危机 你听了 你会有什么打算 快点为自己打算 快点为自己预备了 快点 这个经济危机 是全世界的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也不能够倖免 我们都会想着 我要怎么样为自己打算 来度过这个经济危机呢 但是安提亚教会 他们所表现的呢 就是 即使这个危机还没有来 而且这个危机是非常 非常真实会来的 因为是主的启示 但是他们想到的呢 是我可以 怎么样帮助那些 更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一个 在缺乏当中 分享的教会 各位活的教会 我们不断地往外面看 外面还有 谁还没有信耶稣的 外面还有什么 弱势的群体 我们可以去服侍的 死的教会呢 死的教会是往里面看 往里面看 哎呀 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往里面看 哎呀 我们的教会 比不起别的教会 哎呀 别的教会有这些 我们自己的教会没有 死的教会 活的教会呢 活的教会是 往别人的需要看 你看安提亚教会 死的教会呢 死的教会是 往自己的需要看 活的教会 是向上帝看 要摸着上帝的心意 死的教会呢 向困难看 向困难看 哎呀 要小心 有困难啊 哎呀 很惨啊 哎呀 很悲观啊 哎呀 很多的负能量啊 但是活的教会 是充满 生命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 肯定就是正能量 第二十九节 那边提到捐钱 捐钱那边原来的意思 是服侍的意思 原来各位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也是一个 蒙神喜悦的 一个的服侍 我们来做一些的结论 因为我知道啊 因为刚才有一些的 节目 所以时间上 我们来做一些的结论 为什么安提亚教会 能够在苦难当中聚集 他们能够在许多的 张力当中呢 还能够成长 他们能够在 缺乏当中分享呢 我想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呢 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有三个因素 而且这三个因素 是一个扣一个 紧密相连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福音为内容 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讲这一般的门徒 他们逃难的时候 所生命里面 散发出来的那种的能力 我们也看到 是他们的这个宣讲的内容 就是福音 这个福音是他们生活的凭据 这个福音呢 使到他们的生命 被别人看得出 他们是信耶稣的 这个福音呢 散发作盼望 这个福音散发作安慰 散发作拯救 散发作平安 散发作医治 这个福音也质责罪恶 在当时安提亚江的 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度会里面 这个福音也是胜过黑暗 这个福音也是影响和转化 社会的福音 各位我们还可以为福音 继续这个list 这个单继续列下去 但是亲爱的各位的亲爱弟兄姐妹 这个福音即使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的福音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 那个只是很漂亮的一套的理论 哎呀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理论 理论而已 但是神护照我们 耶稣护照我们 耶稣说哈 我来是要使你们得生命 而且得到更丰盛 这个的福音是要我们活出来的 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 刚才所提到的那种平安意志 盼望救恩能力 全部都能够实现 不是我讲的 圣经讲的 神所应许的 看我们有没有像安提亚 教会这般弟兄姐妹那样的信息 第二 他们是以教导为一个的途径 刚才我讲了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 但是怎么活呢 我信了耶稣 我要怎么活这个耶稣的生命样式 出来呢 教导 我们要怎么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不是无端端 是透过学习 因此教会 从旧约到新约 然后从整个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呢 上帝都是借着不同方式的教导 向他的子民传递信仪 我们看看今天所读的经文 这个福音呢 就跟教导是紧密相连的 我就把它列下来 我就不重复讲了 我们都能够看到 教导透过不同的形式 讲道 劝勉 传讲 教训 指明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是有一个的 希腊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法的 它有一点点像我们的英文 英文呢 比如说 I talk 我昨天讲 I am talking 我现在正在讲 I will talk 我过后 或者我明天 我以后会这样会讲 这种的时态 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 这边是一种 类似英文那种 continuous tense 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的动作 意思呢 它是在表达 这个教会是不断的传讲 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劝勉 这个教会是不断的教训 这个教会是不断的指明 当传讲的时候 信而归主人 就很多了 福音一传出去 神说 我的话语一发出 必不突然归回的 一定会成就 神美好的旨意 当他们劝勉人的时候 许多人就归服了主 当他们教导 教训人的时候 那个门徒就成长了 他们活出门徒的生命 以至于被人家称 是基督徒 然后有先知子民 就他们有一个 捐献的行动 有一个服事的行动 同时也是一个 福音的行动 各位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热忱 要很用心的 学习神的话语呢 我们的教会 有许多的课程 如果一个懒惰的牧师 尽量不要开太多的课程 但是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课程 就是目的要帮助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的生命成长 保罗说我们刚刚信的耶稣 我们好像baby 这个baby要健康成长 需要神的话语 需要神的道 来喂养他 以至于这个baby 能够健康 长大 在以福所书那边说 长成基督的那种的样式 各位 第三 这个教会是以这个团队 为它的container 它的容器 这个福音靠宣讲和教导来传递 但是它在一个的容器里面 这个容器是有一个互补 互相补足 互相帮助 然后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们设计 我们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在这边 建立上帝的国度 我们要在这边 引领人来信耶稣 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国度 哎呀 我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 我可以舍己 放弃 因为我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哎呀 我跟这个人 曾经有过心病 心病 曾经有过不和好 哎呀 为着一个更崇高的目标 为了神的这个的教会 为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的负担 我们可以放下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 哎呀 我曾经不满意这个人 但是为了崇高的目标 我可以舍己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很活生生地 活出耶稣生命样式的一种的表现 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摸着上帝的心意 使到神的旨意 行在我们当中 行在这个地方 行在这个教会 行在我们的社区 行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家庭 如同神的旨意 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我们刚才讲过了 巴拿巴那种很广阔的胸怀 各位如果一个心胸很狭窄的领袖 他不欢迎那些比他更厉害的人 万一他比我厉害 每个人都称赞他 所有人的教练都要他 我就不能出风头了 但是巴拿巴不是这样的人 巴拿巴远远知道 保罗的才干 保罗的恩赐 是高他很多很多的 后来我们真的看到 起初圣经就讲 巴拿巴与保罗 巴拿巴与保罗 后来圣经开始讲 保罗与巴拿巴 保罗与巴拿巴 很明显 保罗的恩赐才干 各方面都超过了巴拿巴 但是巴拿巴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神的国度被建立 只要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被建立 他必兴茫 我必衰尾 这个是一个真正仆人 真正服侍的侍奉者 我们应该有的那种心态 让我们学习 这个巴拿巴 他建立了这个的团队 当然除了有保罗 后来我们也看到 几位先知当中有这个阿加布 后来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参考第十三章 那边说有几位的教师和先知 其中一个叫做尼杰的西面 这个是一个奴隶来的 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 一个人的奴隶 那边提到有一个人 有名有姓的 鼓励那人陆球 这个陆球呢 是被一般传统的犹太人 看不起很排测 因为他是一个黑人 非洲人 那边有提到有一个 与分封之王 蓄利同样的马念 这个马念就跟奴隶 跟这个黑人完全相反 他是一个身份非常高 地位非常高的 一个皇亲国戚来的 皇族的人 你就看看在这个 安提尔教会里面 即使他们的团队有这么 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身份地位这么大的差距 但是他们却能够 同心合一 建立一件有生命 有意向 有宣教的行动 有见证的一个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是奉耶稣的名 我深信 我深信我们的牧师 都非常渴望 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 教会 他向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前进 他需要团队 好不好 今天 当我们纪念我们的 肉身的父亲 的那种劳苦的时候 我们也送在天上的 这个天父的伟大 跟慈爱的时候 也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纪念 也体贴 我们属灵的父亲 我们这个属灵家庭的 大家长 他需要我们的支持 他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 建立一件 荣耀神的教会 你愿意吗 各位 让我们一起 有一个梦想 让我们一起为耶稣有一个梦想 然后我们合力 一起把它实现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好吗 一二三 让我们一起 有一个梦想 并合力将它实现 再一次 用信心 用那种的 决心立志 我们一起 来在神面前立志 来 我们一二三 让我们一起 有一个梦想 然后我们合力 将它实现 神必将行 奇妙的神迹启示 在我们当中 我如此相信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当我们在查考圣经 看到安提亚教会 是一个这么有生命力 这么有活力 这么有见证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巴不得 我们自己的教会 也是这样的一个教会 因此我们向你来祈求 圣灵的能力 浇灌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身上 以至于我们正如 能够向这个 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有广阔的胸怀 我们能够携手的合作 我们能够为了一个 更高的目标 我们舍己 因为我们 有同样的一个梦想 就是建立神的国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梦想 就是要把许许多多 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带到你的宝座前 求主 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智 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 一个的心智和能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为着我们教会的牧师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 你感动他 你在许多年前 你感动他 让他能够在这样的 充满挑战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他愿意付出他全部的精神 在这个地方来带领 众弟兄姐妹 当许多人得到许多的称赞 许多人得到许多肯定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大家长 常常在那边默默地承受 许多的压力 伤害 毁谤 重伤 他从来 不会跟我们讲这些的东西 因为他知道这些 是主你给他的 一个的十字架 但是主啊 让我们也跟我们的牧师 一起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你 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当中 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荣耀主的教会 成为一个真正有圣灵能力彰显的教会 也真正成为一个 能够引领人彰显 福音 救恩的一个教会 我们如此相信 我们如此祈求 我们如此在主的面前立志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神赐福我们 阿们在给上帝热热的掌声 阿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记得我们有个梦想 记得我们要 我们的那些父亲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是上级的代表 天父的代表 我们父亲要兴起来 把这个 他的国度建立在世界 他还没回来之前 来拥要他 阿们 阿利路亚 我们知道 都是人家 母亲节比较重要 但是父亲 父亲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所以我们是代表他 所以重要 别个父亲 弟兄姐在没有唱这十歌之前 你有什么需要请上前来 我们吴牧师 吴医生会帮我们来 来 请上前来 阿们 他们唱这首歌 轻轻的唱 你又回应上帝 这个是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阿们 如果 你觉得 你很挣扎 你不知道怎么样做 最好的方法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会 指引我们 为领导我们 教导我们 使我们 充满他的能力 充满他的力量 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赐给我们的量 用钱让我们一起来 把他的国度建立起来 把更多的人来归向主 Amen 哈利路亚 上帝祝福大家 让上帝的爱 耶稣的怜悯 社里的团契永远跟随我们 让他来带领我们 Amen 如果是那些没有什么东西的 你要去在外面 领导是向上帝祝福我们 在那边团契 让耶稣祝福我们的师父 接近我们的师父 我们吃了健康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过一个蒙福的周末 父亲节 在跟汗水之地 我可不必 在旷野 我认知 我寻求你 打坐在乎 回忆 为他心 得你 在乎 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 暂时 上纲 住在你里面 如同此之一葡萄山静静笑脸 住在你里面 如同此之一葡萄山 永不不见 在甘好随之地我和你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得酒在乎归会安心 得你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如影暂时伤口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此之一葡萄山静相恋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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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 住在你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